大家的目标就是要超越隐秘的角落 他为了让我来演 他写了一个公标角色 到现在为止漫长的季节我还没看 隐秘的角落我也没看 首先我不觉得我现在大红了 吃完嘎尔娜那时候我就哇我红了 人嘛就虚荣心 我们祖宗十八代都没有干净 难道我不是个当演员吗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好 然后我连机会都没有 我觉得这种东西已经打动不到我 我相信有一天也会打动不到观众 我觉得我跟一鸣镜 我没有跟我之间有任何人吗 说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 但是我们就是紧密地学着分不开 凤凰网非常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秦浩 我们好久没见了 十年了吧有 但我第一次看到你 你是甚至作为一个选手去参加一个球迷要赴南非的比赛 我当时觉得这么真是一个演员吗 你现在还看足球吗还是个球迷吗 我看 而且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我上那个节目 我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反对 当时本来是有两个邀约 一个是一个这个高奢的一个活动 有价有钱的 一个是咱们这个去南非世界杯足球的 对还是一球迷的时候 对 我说我去这个 他说你去那个干嘛呀 我说不不我喜欢 我说我想去南非看世界杯 所以我就觉得一个演员可以在特别真实的状态下视上自我 这种不扭捏我觉得贯穿你的目前看到的所有的表演 如果一个演员 如果你在角色中你在戏里面真诚 那我觉得你在生活中不可能不是一个真诚的人 我不服呢 我还是能找着他 我肯定跟着我 你说啥 漫长的季节9点0开分 到现在9点5 应该是比上一个清爽的神剧 隐秘的角落也是你主演的 还高 而且好像走势更往上 甚至分为神作 你想到过吗 我们创作这个戏包括跟欣爽交流 包括跟团队的交流 大家的目标就是要超越这个隐秘的角落 那也从隐秘的角落上面吸取了一些经验也好 反馈也好 因为隐秘有很多客观原因 比如说拍摄时长 周期比较短 很多的想法没有实现 这部戏我们在创作初期就已经考虑这些问题 那欣爽在接这部戏的时候 在时间上面也有很大的要求 说我这次你要不过这些时间 我完成不了我的东西 这个反过来也说是一个包括制片方 包括平台的一个信任 然后包括这个结尾的部分 那欣爽是用了大功夫了 欣爽说我绝对不能让观众 再看完结尾书烂尾 就是对我的耻辱 我一定要在结尾后面 而且让人没办法剪掉任何一针 对对是这样的 你懂的 所以我对这个戏是很有信心的 包括开分9.0以后 我也想说 后面会越来越高 但是坊间都流传你真费20斤又捡回去的 这个对你身体上有影响吗 因为我知道很多演员 维持得了胃病或者怎么样 呸呸呸 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胃病出现 但是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我觉得你要让我是去做别的事情 要是有这些伤害 我觉得特别恼火或者特别不值得 但我对演戏这个真实就觉得怎么样 哪怕得了胃病了 把这角色塑造好了 我觉得也值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没有什么任何怨言 所以很多人说好的演员是 不要脸 就是忘记自己脸 甚至可能不只是不要脸 还可以忘记我的身体 我觉得演员确实是这样 就是你的一切从上到下 都是为角色服务的 所以为什么当时我考中系呢 中系找演员也不是 先都找帅哥美女 那当然了 有些角色就需要很漂亮的 那角色就是 这个潘安 就是什么 那你自身也要有这个东西 你说你又能潘安 又能公标 我没有 我的目标是这样的 我对演员的这个认知 一直没有变 也包括我的启蒙也是一样的 我的启蒙 其实我真正喜欢的 第一个中国的男演员是江门 第一个偶像 还不是电影 因为那时候我也喜欢看港台 我也喜欢什么小虎队 但有一天 你在初中还高中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电视剧 叫北京人在纽约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 他不是 我喜欢的 那个形象 但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他演的这个人物 每集我都要看 我会那么喜欢这个人 这个演员 我怎么会觉得那么有魅力 其实就是角色 给予你的那种 冲击和给予你的那种影响 甚至可以影响一个 普通高中的高中生 有了一个演员梦 当然范伟和陈明浩 你们是追凶三人组演的都很好 我想问问你们就是在 有没有现场一些二创 或者碰撞出来的一些火花 观众不知道 范伟老师跟明浩 我们三个的现场 大家所看到的先挂得太多了 比如说那个 我的开场戏 就刚开始还不是很熟的时候 就先拍的这个中年部分 拍中年部分 然后跟范老师 就是有一场在画里 那个车牌在公安局那 套牌的 套牌 范老师说行了 你自己就当买个教训 然后我就那 你巴巴巴 小姐巴巴 啥事说不到点呢 这都是我当时他给我的 因为我东北人 随口就来这些东西 我就给了他 包括那个警察 说去医院找吧 我说创死了 这些剧本也没有了 然后范玉老师马上接了一句 你是真标 这也是基本没有的 别说话了 天天说话也说不到点上 天天跟巴巴说在哪儿 你俩小事 别影响我们工作 那爱创作人在哪儿呢 还要不来我吃来开不走啦 送医院了 创死了 你是真标 标是你得了 他刚说的青年演员呢 你跟他们现场怎么样的一个互动 那你整体自己回看这帮年轻演员的表演 你觉得在里面怎么样 到现在为止漫长的季节我还没看 隐秘角落我也没看 对 我都没看 为什么对自己作品不看呢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因为我看这个剧跟观众是不一样的体验 观众是进入这个故事和角色 我看到的都是遗憾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但是你说你要让我再去演戏 我可能还是在当下的那个状态中 所以对我来说 没有这个愉悦的心情 等我老了以后 演不动戏的时候 我再慢慢地把之前的这些东西拿出来 带着我的孙子也好 带着我孙女也好 再慢慢看 你怎么看这个剧的悬疑剧的标签 表面是凶杀 但其实凶杀成分并不重 你认为这个戏到底在讲什么 其实这部戏高级的地方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东西 包括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都在把悬疑一句 想为成猎奇 血腥 各种案件 就包括我拍完了《无证之罪》 我都后面所有的悬疑剧 到隐秘之前 我全都一部都没有接 基本都过过我手 就不接那种特别压抑 不是压抑 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已经打动不到我 我相信有一天也会打动不到观众 那我就要再做别的东西 这可能也是我的性格 那隐秘教终做完了以后呢 那到了这部戏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说悬疑有什么做的 拍的也都差不多了 不过这个死 掉那个蛇 这个都差不多了 东北很多悬疑的东西 大家知道 各种迷案奇案 对 都是那种 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说 因为我们是东北人 我们也见到过阳光明媚的东北 所以我们这部戏 就要反传统 反着来 我们就要找一个阳光 所有的阳光明媚 看得亮堂堂的 对 不是黑夜中发生 对 那我们就选到了云南去拍 很多人观察你的轨迹 确实比如说十年前 或者七八年前有好多电影 这个刚才你也举了春风沉醉 包括扶尘迷失 包括推拉 那么后面就好像就比较少了 就比如说最近三部热的也都是剧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善变 没有考量 就纯粹就是从剧本的角度 还有创作团队的角度 就在电影方面 现在递给我的剧本 反正也很多 尤其是过了这么几年下来 但是我都觉得 因为我对电影还有另外一个情感 因为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所以达不到标准的话 我自己觉得 还是不想让喜欢我电影的观众失望 不是因为你是五个亿投资的 他是两个亿投资的 这个没关系 永远是内容 但是中间会不会有一段 就说拍文艺片肯定收入不高 自己内心也会产生一些 那人家都挣大钱去了 我干嘛不去挣 有没有那种困惑感 当然有 是有这个困惑感的 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 有句话我到今天我觉得也受用 就是当你走在对的路上的时候 你就无路可走了 就即使那个时候拍了这个《无证之罪》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我也没有想 其实那时候人嘛 都有这种虚荣心 其实《无证之罪》的时候 最让我觉得困惑的 不是说因为是钱少钱多的事 还是什么事 是因为我觉得 人都把我捧到都是电影咖了 我演个网剧 降为胆 对 但是说这个网剧好不好 好 比你接的那些所谓的电影剧好不好 好一万倍 我那个时候是这个在摇摆 但其实我拍了《无证之罪》 也没有违背说我对一个好的电影 好的剧 好的角色 或者好的剧本的要求 一点都没有降低 当然中间也有周迅的加持 周迅拍《甄嬛》 然后我还问他留言 我说你怎么拍电视剧了 都现在到我收你的电影剧本 跟他傻子 我说到你那剧本都这样 我说行吧 那我也没有啥可留恋的了 咱就做了好东西就行了 肯定很多人问过 就是因为你的同学都是游业源泉 好多都是 好像那个时候就出名了 或者拍大大演戏 或者拿奖了 你确实是有一段是低谷的 相对于他们来说 那个时候自己沉沦过吗 或者心态上有没有灰暗的时候 那肯定有灰暗的时候 就是觉得说 难道我不是个大演员吗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好 然后我这个连机会都没有呢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我这个人又是一个 内心极度 这个盲目自信的这么一个人 在那个时候 然后我那个时候 挺了三年 到第四年的时候 我挺不住 我想说 那可能真的因为我不够好 否则的话 那他们又没什么不来找我 我就跟我妈妈说 算了我想转行吧 做点别的吧 反而这个时候 是我妈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她就说说 你看你要我考中期当演员 我们祖宗十八代都没有干这个的 但你干了以后呢 我们每年毕业去看你汇报 我们突然觉得 我儿子还能演呢 还能这么演 就很吃惊 就当时我妈妈这边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对我也看中意 妈妈是一个特别坚强 有主意的人 你相对来说 但是你特别听妈妈的 而且妈妈的很多 这个带的方向是对的 我不听妈妈的 我要听妈妈的 就你看就不会总惹她生气了 因为那个阶段 我有一个事情 我到现在我也记得 永远在我人生中都会记得 我妈妈经常打电话 很关心我 就跟我讲那种大道理 对人要好 人要帮了你以后 一辈子不能忘了别人 就那种 从小到大这种事 后来当时我就跟我妈原话 我说妈你别跟我说这些了 我说我就是按照你们 现在教我的 我现在混成这样了 我说我看见没这么干的人 已经都成了 我原话 你像我妈那么开朗的 说那突然停顿了 我说行了妈不说 没啥话 挂 挂 挂了以后我心里面 当时就特别的畏杂层 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那种难受 你知道吗 后来我过了半个小时 还多长时间 我跟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 我说刚才我跟你说话 是不是有点不开心了 我说那个 我心里 是我的问题 然后我妈说 哎呀 我说那个 哎呀 儿子 你我儿子 我妈还能生你啥气 但是我跟你说的很多这些爸爸 包括妈妈从小一直跟你说的这些话 就是我和你爸就这么过来的 我们就是按着这个柱过来的 然后那个反正你觉得有用呢 你也大了 有用你就用 没用的话你就按你的来 你知道吗 就但是现在为止 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我觉得我能走到今天 我确实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话 你怎么看就是家庭和私生活 跟自己目前的这个演员身份的一个关系 私生活 我没有刻意的去 一定要说 你们都不要关注 然后我也不用刻意的去展现 看我该拍的综艺也拍过 现在我妈妈出去比我都红 大家都认识她 喜欢她 就不要说 我要刻意 我的家庭谁都不要进来 怎么怎么样 你也不要刻意说 哎呀 你看我们家多好 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顺其自然 跟拍戏一样 但是还是要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您跟这个伊伦静女士的这个相处 那综艺片段 确实被很多人要剪成这种搞笑片段 到现在还很火 比如说有吐槽这个情号在线 反矫情 没有求生欲的情号等等 那和太太平时的相处就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我跟伊伦静我们两个是 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个 是我们在家庭生活中的一些事 我觉得走到现在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这个当丈夫 对 然后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走到现在 我目前的状态和我觉得两个人最舒服的状态 就是两个独立的灵魂 然后这两个独立灵魂都是那么的有个性 然后又都是那么有自己的见解 然后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 那中间肯定是要有爱的 但是爱并不意味着是依附 不意味着是乞讨 我觉得我跟 我老婆也没有跟我之间有任何什么 她说我离不开你 你离不开我 但是我们就是紧密的确实分不开 但是又有各自独立的这个工作轨迹也好 这个思想轨迹也好 我觉得这个状态我现在特别舒服 你像我们四川的丈夫很多人这个 你也听过一个词叫啪耳朵 就特别听老婆的话 你跟伊伦静相处是什么一个状态 就大事谁做主 小事谁做主 其实我们家没什么大事 最大的事就是家里阿姨 孩子的老师 父母的健康 这是我们家最大的事了 这种事情我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老婆也是特别能张罗的人 可以带着全家去旅游 我妈妈也是一个特别配合 特别能张罗的人 什么你谁生病了 谁生病了 给你对药 给你开药 给你各种的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 因为有他们的支持 我可以心无旁骛地来 做我想做的事情 做一个演员 儿子 儿子 虽然它是一个东北的背景 但是它是一个新的东北的打开方式 你怎么看新爽呢 我跟新爽常聊过一次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准确的人 包括他打点 他的节奏 他最后剪出来的效果 没有一个环节是虚的 是假的 没用的 就是刚才您聊到的 只是他从这个工作的技术层面 其实这个不是决定一个演员 跟一个导演的高低 我通过两个戏跟他合作 在这个几年当中我们的相处 我觉得他可以称得上 一个青年艺术家 隐秘爆了以后 就通过我找平塔也好 各种制片也好 找他的太多了 就是剧本不少于十个 全都是IS级的 他说 浩哥我看 看以后说 浩哥我这个弄不了 这个弄不了 我说我什么弄不了的 人家给 这个IS级的都是 对啊 可以的很好 对啊 他都能拍 对对对 对 他都不拍 不然说到底想拍什么呀 他说我 我现在也在做 想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之间呢 赶上了他的父亲生病 正好也是 我在拍戏 我也知道这个过程 再到他来找我 说想拍这个的时候 就他爸爸之前已经过世了 把他们过来找我 说我们想 想做这样一个东西 跟我聊了 为什么想做这个东西 然后跟我聊了 他跟他父亲 在铺里的父亲的一段时间 跟他父亲之间的交流 也讲了很多 对他父亲这一生的感受 所以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是因为真的要表达 真诚地表达 他才做了这个项目 他可能为他父亲 这样的一代人 再做一个表达 对 所以是那个时候 让我有使命感 再就是叫漫长季节的时候 我也是 替你脸 替你站成那样 化妆 然后六个小时 我也熬不住 两个月脸都起 都发言 但我也觉得 就是这有一个东西 在支撑我 这使命感 因为我也是东北人 我要让大家 关切东北 东北人民的 他们的生活 那再比较一下 这个楼师傅 跟清爽的区别吧 因为这俩人对你 艺术生命都蛮重要 我觉得有一点 是我很感动的 就是 我到现在觉得也很 我觉得也是老天 对我特别这个眷顾的地方 就是我跟楼爷也好 心爽同理 甚至心爽在这部戏 原创剧本里面 是没有公标这个角色 他为了让我来演 他写了一个公标角色 还跑了 还跑到山东 来劝了我三天 陪我每次收工 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演 他的是我想做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两位非常优秀的导演 能够对我的信任 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心爽也是非常非常喜欢楼叶的 甚至可以称为楼叶粉 但这两个人同时有一点 就是都是 就大众对他们两个的认知 和他们的现在的 这个真正的所谓的实力 位置也好 还有太大的差距 因为他们都属于太低调 太低调太低调了 但这个时代又需要你太低调 观众就真不知道你那么厉害 现在你大红了 感受是什么 因为我问过好多人 他们说红了之后 最大的好处是选择权多了 你自己最大的感受变化是什么 走红之后 首先我不觉得我心里大红了 我的感受是 我在拍完春风沉醉以后 我就大红了 这是我的 没有就我的认知 就真的就那时候拍完春风沉醉 吃完嘎纳 那时候我觉得我红了 这是那时候的感受 现在我不觉得 真的没觉得感受到什么 大红啊 怎么样 很平静 因为你一切都没变化 吃喝穿 住拉撒 孩子 就身边 包括拍戏 后面的工作 都没变化 还是按部就班的在做 都没变化 我们下期再见